本章主要分享的是投资银行的创业观点 那什么意思叫投资银行创业观点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从创业者的角度来思考说 为什么你要去研究投资银行 因为有很多东西 因为你要创一个企业的话 你需要资金 那你去叫资金的过程当中的话 有很多阶段靠的就是所谓的投资银行 所以对一个创业者来讲 他必须要去了解 投资银行底下的这些并购基金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风投 风险投资人或PE投资人 他们的融资观点 甚至必须要去了解所谓的并购的控制权 条款跟手段 或者说我们去了解所谓融资过程 到底是股权跟债权的取舍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可转债 或齐权的设计 甚至于说把齐权设计在哪里 在设计在很多利害关系人身上 举个例子来讲 设计在员工身上 设计在创办人身上 甚至设计在核心员工身上 那基本上来讲 这最经典的部分的话 就是投资银行 它设计在它交易员身上 有很多股权事实上的话 它很有可能是拿不到 那拿不到基本上来讲 就是它可能是阶段性的 你才可以拿到 那拿到之后的话 它又规定说你要持有几年 甚至于说你在这期间的时候 万一你没有达到这个期间 你半途而会 你可能就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契约设计上的话 投资银行是懂非常多的 最后面我们讲的 就是多从投资人 跟投资阶段的理解 或者我们先讲的了解 总指轮跟天使轮 跟风投ABC跟P一轮 PreIPO 这些人的话 到底有什么异同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阶段 再组合起来的话 前头的部分的话 可能是上市后头的工具 可能用的就是所谓的并购 所以这一些东西 才是从创业者观点 去了解投资银行的重点 可是大多数的投资银行 的书或理论或课程 讲究的都是所谓的 交易人员的高薪 好像讲的它是 他们的光鲜生活 或者甚至于讲的是很多故事 就是跟投资银行 跟第一个投资银行 或第二个投资银行 他们的兴衰死 又或者说今天有花很多的朋友去强调 估值也就是所谓的财务建模 或者讲的是并购程序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并购的攻击程序 跟防御程序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是上市IPO的程序 那这些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创业者 在阅读投资银行的这个学习项目中的重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为了让各位有一个对投资银行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跟认识 在这里我们建议两本书 第一本书叫做投行生存手册 那第二本书叫做跟投资银行 学投资心法 那这些东西可以加速您的学习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创业前读这本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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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